好,新闻专题时间到 同各位见面了,当然是说这件事了 昨天呢 就是 警方调查有关一传媒 估计有极不尋常波动的案件 拘捕了15个男女 他们串谋诈骗 和俗称洗黑钱罪 警方说这批人在案中 获利3,800万元 其中有一个更加获利2,500万元 那就 下面不读了 总之就是一个WhatsApp的群组 聚马一起炒股票 有15个人 大家知道一传媒的故事 自从黎智英被警方拘捕那天开始 由七仙 曾经的几天内炒到 1.96万元 即是涨得很重要 涨了很多很多倍 今次就拘捕了这群人 在WhatsApp串谋 大家一起充足股票 大师怎么看这件事呢 这件事有一些technical 其实那些报道 有些人 我觉得那些人是完全不懂股票 是的 包括很多人 有心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心去 就是 就是将这件事误度 是 就是不是炒股票赚车问题 是 而是market manipulation 就是说你虚假市场的问题 嗯 就是说你们是夹在一起 你夹在一起炒股票是可以的 是 但是你夹在一起炒股票呢 就是不可以 嗯 我买你买我买你买 规定 就是靠叉盆 不是 这不是叫做靠叉盆 是 靠叉盆是另一件事 是 靠叉盆是同一个行的买卖 就叫做靠叉盆 OK 或者我射给你 或者我们 就是那件事是合法的 但是不能够 我买你买你买我买我买你买你买 就是不停去 不停去作出一个高频的交易 是 而两个人互相 大家都是那两个人的 或者那几个人 他那十几个人 你会发现他串联 是的 如果串联不是一个巧合性 如果串联是你捉到他WhatsApp 那你就断叉了 是的 还有一个事情他们炒得很密 在那几天之内 他们是一万多宗交易 有些是 直接是 你卖出了股票的时候 就以大一个价位 就买同一个数量的股票 不停在那里 这样好做 OK 那就是 他说是 三天之内 十五个人买了一万三千二百 中交易 是 如果一万三千二百 那就是佔了 二十几个百分比 总成交 是 而且呢 而且呢 是 就是这样 你做 你其实那一天 是打了五十几万 五十几成交 你之后自己一个 打了十几成交 那你就赚了两千多万 是 加上三千多万 那你实际上 如果以相对来说 你都是赚了三百分比 就是以你十亿的交易 来说 OK 三四百分比 差不多 大概三四百分比 之间 你会说服 你会会发现 整件事 那些人是完全不懂股票 很离谱 譬如 你浑水 浑水 他是一个 他就是一开始作用者 他可能会被拘捕 那他可能会 就这件事 他有些不平民 明白嗎 就是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作出任何的说法 他说了说法 他说了说法 就是说炒股票 就是炒股票 也被 也被 但是其实不是因为赢钱的问题 这个是应该 因为他作为股票专家 他不应该说这样的事情 是 其实就是 当你做打股票的第一天 嗯 如果你去做股票的第一天 你会告诉你 喂 你不要同日买卖那么多 不要经常这样交叉 打来打去 不要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做法是拉硬的 是啊 我自己的意思是 稍为对股票 有这个行业 有些认识的人 嗯 你不应该知道 你第一天入行 嗯 如果你是做股票的 嗯 就是搞股票 就是做些五三五四的事情 嗯 第一天那些人应该要告诉你 嗯 你这样做 是不行的 要是拉硬的 嗯 就是这种做法 是做股票的常识来的 你如果连这种常识 都不知道 你再去炒股票的话 你是不可以 没有资格去炒股票的 你明白吗 喏 我来清晰一下 第一 你说 每一种常识是 可以炒股票 你还是在说这个 WhatsApp群组的人 没有这个常识 不是 你先听我说 如果你没有这个常识 你就不可以炒股票 当然 所以有很多评论这件事 你没有这个常识 你就不要扮股票专家 是的 你明白吗 因为第一天上班 你做股票的 嗯 你第一天上班 嗯 你应该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 明白的 大家知道 OK 第二件事就是说了十五个 非常不专业 是 那他们是不专业的 你现在要说这个问题 那样东西基本上 这样东西是拉硬的 是 就是这班人是不专业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班人这样做法 至少你想做法就是 稍为一个专业的人 是不会这样做的 哦 我就是想你说这些 因为我以为这些是专业的 这班人 因为他们赢了几千万 我老友 因为我只知道市靠天 我讲集败上做法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过一天做法 嗯 你有十五个人 嗯 你有一个人 你要专业是不停做买的 嗯 今天做买 嗯 一路买买买 然后一路沽沽沽沽 那你没事 你一路买 我占了十个钱 那一刻 嗯 然后那一刻就 直接沽沽 没问题的 是 你不需要那一刻又买又卖的 嗯 明白吗 你有一十五个人 你可以说首先找五个人出来 那五个人是Net Buy的 是 Net Buy完之后 可能你三个小时之后 就变成Net Sell了 嗯 明白吗 嗯 你就正在做 你在同一时间做 同一个Position 你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做 不同Position 这样这样这样 就不行了 嗯 明白吗 就是这些是 Common Sense 你明白吗 你就在那一刻 我看好 我就不停买 那一刻 我看差 我就不停沽了 你明白吗 我明白 他现在不停的 他那个盘没出来 你就用另一个价值再沽了 你用不停的那样东西做一个买卖 你是不对的 但是我当然知道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是的 因为不够仓 是的 就是说你买了 你一个人做十亿 你买不到那么多 你一定要沽了之后再买 但是你那样东西 你不能够做 那样东西 你一定那样东西 就是说你做股票 做股票是完全一个法律的东西 嗯 因为你一定是Compliance 最重要的是 你做犯法的Compliance 最重要的是更重要的 嗯 你做合法的 你Compliance 还不对 我还是合法的 你做犯法的 Compliance 做得不好 有没有搞错 是 但是香港的人 说股票 有没有人说过这件事 明白吗 那大家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就是那帮人是做得非常之不 非常之不专业 而他做的那样东西 本身就是 稍为你做股票 只要你真的做过股票的 搞过股票的 或者是懂得的 你第一 第一天 你已经知道 第一天那个人教你上班 是什么 你记住 那些股票呢 千万不要那里买 那里卖 要不然呢 你就拉过你小心一点 第一天那个人 就要教会那样东西 就每一天你都要教会那样东西 就要非常之小心 喂 你第一天你ABC都犯错了 就是说不要拘捕 那些全部都是bushit 但是这个就是ABC都犯错的问题 那这班人是不是要休息的呢 其实 这班人当然是休息的 先拘捕 先拘捕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个经纪本身已经是不懂得做 或者整班人 你控制都不懂得做 那当然休息的问题就是 就是 你 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主力仓 有一些什么 你很多不同 很多不同的状况 但是这班人不是完全是头的问题 他就是 可能有一个人 嗯 是教他们那一刻去挂什么牌 嗯 那么OK 那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他是WhatsApp群组 嗯 你有几个可能性 他那个人要那个人打电话过去 嗯 他控制就打电话 因为 普通情况呢 就应该是 你给我电话我 我用网上卖的 嗯 我是网上买卖的 嗯 那么你就 不会有WhatsApp对话 嗯 因为那个 可能15个人 15部机 或者20多部 15部机 全部都在一个人手上 嗯 那么这个WhatsApp买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打电话他的 因为打电话他才有仓 是 你的margin 如果不是你打电话他 因为你要经纪帮你搞 你才有这个margin 是 那么你就打过去 所以你就要控制那个人WhatsApp 喂 大哥 今时今日个个都用Telegram 用后织焚的嘛 今时今日个个都用Telegram 喂 大佬人家那些 那些暴徒都懂 是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件事很古怪 不是 那件事整群这群人 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搞 那些人本来不是做开这件事的 你只能够说 本来可能他也是 你做错做些什么 突然间 喂 心红了做这件事 那又教他搞这些东西 所以他用WhatsApp去教 喂 喂 大哥 你是不是你 大佬今时今日你不用Telegram 大佬还用WhatsApp 如果WhatsApp人洗了他 你这部太多天 就是 你部电话你就在手上 在手上 明白吗 你做了一宗大案 你都 你都洗洗手 就是整群人究竟干什么鬼 都不明白 那还有一件事 其实他们现在要赢这么多钱 他们都要有成本 还有就是 成本都很大 还有就是你怎么捉到那些人呢 那些人如果全部是太空电话 你怎么捉到那些人呢 那应该不是太空电话 不是 全部都是正机 那些时候 你搞来搞的 就是搞什么 因为整群人 明白吗 就是整群人全部错了 都是不专业的 那问题就是 那样就是这样的事情 现在可能都是告他们洗黑钱 因为他们报清那些职业 比如消防员 自雇人士 就是 他们背后的钱从哪里来呢 那这也是问题 就是那些大笔的成本从哪里来 那你打到十亿成交 你都要有成本 应该是吧 不是这样 股票有仓跟你借 马战借到的 不可能 应该 我觉得这件事有内幕 我觉得这件事 那还有一个讲法 我觉得没有内幕 我觉得是笨 嗯 如果他内幕的话 就存在在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忽然之间想玩 或者是一群很有钱的人 但是他们又不懂得玩 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这样说 不是 因为你首先要有货 先出货 你玩的时候 你要在街上买这么多货 买那堆货 你那堆货 那堆货 你那堆货 你那堆货 你才能够出货 所以就说 这些不可能是这些人 是 但问题是谁有货 OK 现在就只有一个人 我都说了 这个就牵涉到 当天的时候 他说过什么的问题 是 嗯 嗯 我先说回云水 嗯 因为我说这件事 其实我是为了这件事 其实他绝对是无辜的 嗯 就是那些人经常说 就是 那些人经常说他什么 所以特别要先说 和他澄清这件事 就是说 他是绝对 是 和这件事无关的 和这件事无关的 是 就是他经常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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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抓了他的话 我愿意和他作证的 嗯 可以和他作证的 就是 做专家证人 告诉你这件事 这件事 是绝对和他无关的 就是因为他说的 所以这件事绝对和他无关的 嗯 不止因为 不止因为那个问题 和呢 是因为他买的那一刻 价格是极低的 是很划算的 但是现在慢慢不齊 记住 最重要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你一说股票 谁有货 谁有货 你街买 街买货街炒而已 有一个人是有货的 就是说 问题就是谁有货 那这个就牵涉到 所有人有货之中 一之外一个人有货 大家知道的 一定有货 而那个人沽了货 就是David Webb 我们数过他的仓 我们数过他的仓 他就是David Webb是有货的 而且他是唯一一个沽了货的 数过他的仓 就是说 他那堆货 本来就是在A仓的 就掉了去B仓 嗯 看着他 这堆不见了 就是这堆出现了 那就是B仓 而那堆仓 他大概沽了大概2%左右 就没有了股票 而是在那天 第一天 第一天之后就沽了 嗯 OK 那这个就是其一 那第二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 交易所没有停牌 嗯 是绝对要停牌的 是 你讲过了 是 我解释一下 因为他第二天停牌 一定会兖手 理访上 他那些永维吻 你不可以让传媒去报道 你不够让传媒去报道 你只是用一个公开的 正式通道 让所有人公平 现在根本有法 是 bist solar 但是以前 mínimo άλλ 而David Webb 本身是交易所 不知是上市委員,不知是上訴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整件事本身已經是有私商授受的地方 OK?行不行? 本身就有私商授受的地方 為什麼你不退牌? 是不是因為要出貨,你不退牌呢? 嗯 明白了 所以這件事就是 所以這件事是不是國安處理呢? 還是什麼處理呢?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好,最後一個問題 剛剛又是碰巧一傳媒的股票 有沒有政治因素呢? 大家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即是現在坊間有人說 如果這隻股票不是一傳媒 第二隻也不會有人理會 警方也不會理會 大家大師兄,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是第二隻股票的話 是證監會理,警方會不會理會 對 我明白嗎? 如果不是一傳媒 這樣證監不查也不會抓人? 對嗎?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第三件事 對,又坊間又有這樣的說法 他說,其實現在社會上出現了很多 叫人炒股票的apps 我每天都被人拉進去apps 拉幾次 張國均那些嗎? 什麼? 張國均 他說,不是張國均評論而已 張國均就說,如果你任何人推介股票 都應該有牌的 又是不懂得贏 再下一步,我再講一句 有人說,其實很多人都進入這些群組 跟著一些指示 或者所謂的tips去抹股票 其實很多人都報了案 說有這些詐騙的成分 你們警方都不理會 輸了很多錢 你們警方都沒有跟進 但今次你們又跟進 whatsapp group 又說不公平 大師傅覺得對嗎? 是不同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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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15個人 互相在一個群組合上溝通 然後溝通,我什麼時候買 你什麼時候買 是一個我溝通,我買你賣的狀況 是操縱股票 是操縱股票 而某程度上的操縱股票 我叫你一起買 你買完再給我看 你買完再給我看 其實他那些都是操縱股票 多數你給我看 你給我看 其實他跟老闆交代 我叫他幾人買 他就入貨 那不是大家互相操縱股票 而不是大家說 那個binding 是沒有這麼實的 我只是勸告你 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如果是拘捕的話 你也是可以拘捕的 但問題是他的證據就很不實 你就要搞很多事情 就要證明那個人 中間那個人 有一個人 那個人收了錢 然後做這件事的 那麼你的舉證就非常麻煩 而且那件事就非常少了 那就費時間了 而且那些微信他也不會出現 應該是男人 哈哈 你也抓不到微信 而且那個人就是 那一個人無分太空電話 明白嗎? 你永遠抓不到他 你想就講 這件事就有點怪 大家全部 為什麼每個人都抓到 不是,都是怪的 你說了這麼多 這件事都是怪的 若然是 你說的東西是屬實的話 太粗疏了 太粗疏了 我不說了 大家細心聽回大師這段節目 若然你說的東西 若然是如你所計算 那樣 沒可能 不會這麼粗疏 喂 第一天做什麼 剛剛才 很奇怪 所以我都很想知道這件事 繼續發酵 因為警方都說繼續抓人 是吧 繼續會抓人 看看抓了什麼人 還有 很奇怪 大家 看大師分析 真的要追下去 看看有什麼情況 好,多謝大家 今天看我們的新聞專題 記住 share, like, comment 和介紹我們的頻道 給多的人看 另外去我們的亞洲電視網站 大師在那裡 會和我們的 R軍 會做這個 CRO財經 CRO財經 你會更加 可能更加深入 講這件事 分析一下這件事的內幕 記住 去看一下我們的 亞洲電視網站 支持我們 做會員 我們一定有好處 拜拜 拜拜 做會員 對 我們 有關 我們 說 我們 從 我們